欢迎收看加建奇观栏目 我是主持人Sara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 是温顶建筑的项目顾问Rex 嗨 大家好 我是Rex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大家都知道 温顶在住宅贷款领域 已经是非常的成功了 在大温 乃至整个加拿大都是赫赫有名的 但其实温顶的贷款业务 远不止在住房贷款上 建筑贷款也是温顶旗下一款主打的业务 而且已经陆续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咨询 没错 现在加拿大在大力吸收新的移民 刚刚好也公布了最新的这个移民计划 三年打算引入130万人 不少的移民到加拿大一段时间 并对房地产的市场的话 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之后 就会开始思考 如何通过这个购买土地或者新建房屋 进入这个房地产的投资领域 非常有幸我能加入温顶建筑团队 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土地开发 以及投资的资讯服务 Rex 我身边也有不少的朋友 想从事房地产投资 但是很多人都会有一个普遍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买地或者是开发前都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 比如说资金准备项目评估等等的 对我会建议客户最好一开始不要上来的话就直接找地 土地开发是一种非常具技术性的投资 跟所有的投资一样 你最好的话一开始就先了解自己本身的实力 包括你的风险偏好 然后你能够承受的投资周期 大概是多久的时间 是不是能够承受大概三到五年的周期 然后我们在这里的话 如果你是打算做开发的话 三到五年的开发案算是比较短的 那么主要针对的就是像这种微小型的开发项目 包括独立屋、双拼屋、四拼这样的类型 另外在这个开发过程当中 当然也有些可预测和不可预测的状况 比如说市政府的审批时间 气候的变化、材料的价格、库存 以及市场的走势等等 那讲到了这个市场走势 有的时候我们会见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有些客户的话 他们可能在投资的时候 是在市场的高点 就比如说现在的市场也是在一个高点 等到项目开发完或者准备预售的时候 社会的环境以及市场状况 已经和初期大相径庭 还有另外市政府对于土地的用途的重新规划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re-zoning 和给开发许可证 低批的审批时间 通常会比预期的更久 他们可能会跟你讲的是一个期限 但是保守一点的话 我们通常会给他们 将他们给的这个期限的话 我们将它乘以2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做一个比较保守的时间预测 那还有就是说 这个投资者对于这个年化率的预期 也就是这个return on investment 或者是rate of return 对于这个回报率的话 其中一个非常主要的因素 就是你的融资以及贷款情况 当然你使用的杠杆越高 利率越低 你的ROI也就会越高 那这还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 就是凡事遇则利不遇则废 了解清楚自己的实力和市场的情况 就有更大的成功把握了 那下一步是不是 就是要开始选择土地了呢 是的 Sarah 通常我对客户会协助他们 做足前期的咨询工作 那么这些工作呢 很多是在认知以及分析层面的 那温顶建筑的很多客户 也许在国内就已经拥有 非常丰富的这个开发经验 往往到了加拿大之后的话呢 也非常习惯性的 沿用它过往的这个思维 但是按照我们目前的 这些经验累积的话呢 我们发觉如果是照这样去做的话 导致失败的案例其实非常的多 那么下一步呢 找地就是一个关键 寻找合适拟的开发项目 首先要去了解每个城市 以及地块的价值 目前的土地用途 以及未来的开发潜力 通常我们会用到的分析工具的话呢 包括了EvalUBC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省政府 这个土地评估报告 然后跟这个市政府的交互式地图 Municipal Interactive Maps 从这上面的话呢 你可以得到更多的 这个地块的这些资讯 那当然还有土地用途规划细则 也就是Zoning By Law 还有呢市政府的区域规划书 也就是Official Community Plan 以及呢我们会建议的话呢 以当地的这个市政人员 进行沟通以及咨询 那我个人的话呢 会特别的建议 当你跟市政府的人员沟通的时候的话 千万不要单单只靠口头咨询 你可以用这个Email的方式 那这样的话呢 至少你可以留个暗地 嗯 讲得非常的详细啊 而且非常的专业啊 选对适合投资的土地项目 是成败的关键啊 前期的调研工作啊 是重中之重的 那Rex啊 你们温顶的建筑 会帮客户做哪些调研工作呢 一开始的初步调研工作的话呢 包括我们清楚一下这个土地 它的这个过往的一个销售记录 然后再过来的话呢 我们查看看这个土地的话 在OCP上面 它上面规划的用途 那么这块土地上面的话呢 是否有这个地益权啊 也就是Eastman 是否有土地的这个通行权啊 Right of Way 土地上的建筑物的话呢 是不是Heritage House 遗产屋 地块呢 是否触及核域保护区 那地块呢 是不是河曼 摊也就是我们英文所称的这个 Flood Plane 又称为呢 洪范平原 那还有呢 再过来土地有没有可能可以进行分割 Subdivide 以及有没有涉及到树木保留的问题 那如果说目前的这个土地上面的物业里面 有租客的话呢 我们也会详尽地了解目前的租约的这个内容 以及细节 看来这个前期调研的工作还真的是特别多 那这么需要注意这么多的细节 有没有一些特别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呢 其实我觉得目前来讲的话 最具挑战性的话就是Heritage 也就是遗产屋 因为呢就比如说在温哥华的话 只要是1940年以前所建造的话 或者在1940年范围所建造的话 都有可能会被列入这个Heritage 那么在高桂林的话就是1947年之前的 那么举个案例的话呢 在温哥华的话呢 在丹帕区的话有一个这个电影院 那这电影院的话呢 是建于1941年的 它是等于是算是硕果仅存的这种老式电影院其中之一 对那像之前的话有客户的话呢 在之前购买的这个2017年的时候购买这个地块 但是现在的话呢要开发的话呢就迟迟没有开发 最主要的话是碰到说它这个是一个Heritage 对那么我们像在过往的两年的话呢 很珍贵了 对就是说这个的话你要跟市政府去交涉 然后交涉过程当中的话 政府的话它列出的这些规定的话特别的多 所以呢并不是说你今天的话 你想要去开发它的话 你就就可以完全的话 就是照传统的方式去做 所以卖家当时买的时候可能乐观了 或者是他并不知道只是Heritage的号 对有时我们的客户的话 他可能在购买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说 这上面的这个建筑物 他们只是觉得说啊这个是旧房 然后地大 那我买了之后的话呢 它有它这个现在的棕林又是可以开发 那他们只注意到这一些 可是没有注意到其他的一个细节 对所以我就说跟市政府这些沟通的话呢 是非常的重要的 讯息准确的话 你就可以从中获利 我们都知道现在房地产市场和土地市场 是瞬息万变的 对内市场的不断变化 对应的调研工作 是不是也需要动态的调整呢 是如何进行的呢 是的 那么首先的话呢 你要对这个市场的话 有持续的关注跟了解 所以我们会建议的话 你的market research的话呢 一定是可能每三个月的话 你要进行一次这个更新 那当然的话呢 到最终的话 你的这个预期的目标 比如说很多人的话 他可能在建的时候 他并没有在做市场的延调 所以他不清楚说他最终的客户 他是要卖给哪一个年龄族群的 那么你要考虑到他们的收入 以及各方面的需求 所以呢 我会说 当你在确定了你未来 可以要卖给谁的时候呢 你才能够知道说 你的建筑物上面的设计 是否要去改 它的材料 各方面的这个资金的话 是否要再做一些调整 听你这么一说啊 这土地投资还真是一个多县城 齐头并进的复杂项目啊 这么多事项啊 需要同时推进和整合 如何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执行呢 其实简单来讲的话 就是一句话 就是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 因为呢 在这个土地的开发啊 过程当中的话呢 你需要到非常多这个技术层面的知识 那么这些的话呢 不是说单单一个人就可以去独立完成的 你是需要一整个的团队 所以呢 光是这里面的配合到工程师的话 就非常的多 对那当然的话呢 前期后期我就说整个工程下来 就算是建一个独立屋的话 你可能动用到的人员的话 也至少是50到100 这个是经常会有的 因为你有不同的 在建坊的过程当中 你还有不同的traits 那前期准备工作的话呢 你有这个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建筑师啊 设计师啊 园艺师啊 包括这个GeoTech这些等等的 所以呢 千万的话在这里的话 还是要建议说 你们去找专业的人士 那当然的话 还有我们这个提供这个贷款方面的话 以及保险上面也是经常 人家可能忽略掉的一点 因为在加拿大做事情 大家是都靠文字 文本文件这些来去进行核对的 这边是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社会 所以呢 它是一环扣一环的 并没有说任何一个人的话 他可以独断的自己做一个决定 所以这一点上面的话呢 可能跟在其他地方发展有点不太一样 是不是整个建一套房子 大概paperwork可能都得这么多 对 paperwork非常多 然后呢 就是说在你建筑的过程当中 当然也是要配合政府的这个政策 他们会不断的派人去做定期的这个审批跟检测 那你要层层都能够过关之后的话呢 才能够拿到最后的这个入住许可 非常感谢Rex啊 给我们全面专业的分析 相信为观众朋友们 如果是对土地投资和地产项目的开发 感兴趣的话 都跟我们节目组联系 和Rex本人联系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